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然袭击 这速度相当快 在水中也一样的凶猛 厮杀到了一起 轻松的拿下 老虎的水性也相当好 只有狮子是成群的狩猎 像老虎猎豹 花豹他们都是单打独斗 看看幽猎已经没有了力气 被老虎咬住了几倍 这只大猫相当的凶猛 反抗能力是真强 老虎想用身体的重量把它扳倒 终于摁倒了 旁边还有一个伙伴 但是也没有过来帮忙 一招之敌 锁猴了 干的漂亮 一点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看一看 鳄鱼是水中霸主 现在过来抢老虎的食物 也有可能他把野猪给营救了 突然攻击老虎 老虎还是没有放去野猪 轻松的拿下野猪 老虎的报复心理也是很强的啊 这个鳄鱼啊是找事呢 看看老虎干鳄鱼啊 疯狂的秘欢就是平头哥啊 在盗洞 他最擅长的就是逃动了 干一地沙子 他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无所畏惧的动物 不是在干杖就是在干杖的路上 接下来我们看看沸沸啊 鳄鱼 是水中霸主 鳄鱼和沸沸之间的战争 成年的大沸沸啊 也相当的凶狠 攻击鳄鱼 鳄鱼狩猎小沸沸啊 这大沸沸突然袭击 沸沸的牙齿啊也相当锋利 也经常狩猎一些小的动物啊 包括小狮子小鳄鱼 小的滑豹它都会狩猎 哇这个牛逼啊 直接趴到沸沸身上了 成年的大沸沸啊 攻击人类 攻击汽车 这群数量真不少啊 把车里的食物全部抢走 太牛了啊 这个更狠直接把车拆了 动物啊也相当的猛啊 我一看 全部拿下 就玩的开心 这个驾驶员早就跑了 吓坏了 这个沸沸啊已经泛滥了 成灾了 已经对这个社会啊造成了危险 看看猎狗vs沸沸 沸沸的数量太大了 猎狗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这个沸沸太猛了啊 直接上房顶上了 准备拆房啊 今天的动物世界相当好看 老体们啊 沸沸攻击猎狗 干不过呀 沸沸沸胜利了啊 猎狗vs狮子 看看狮子的狩猎技术相当高超啊 把幽中从地下洞穴直接烤出来 这绝对是个狩猎高手 不愧是百兽之王啊 我们再看看猎狗 江湖忍颂绰号二哥 在非洲草原也是有一号 今天他要抢狮子的猎物 这个猎狗挺猛 直接把幽猪抢走 其实狮子一旦遇到成群的猎狗 也要给面子 猎狗族群仗着数量大 经常抢狮子的食物 但是今天这群猎狗凶多吉少 一旦猎狗成群那就无敌了 他的一个族群都是几十只上百只 这只猎狗废了 没有抢到食物 而且猎狗这个族群都是以母猎狗为首领 母猎狗比熊猎狗 这个猎狗太凶狠了 他最擅长的就是掏钢 专门攻击屁股 这个狮子死定了 除非他的同伴回来营救他 可以 他的同伴来了 猎狗咬死以后 他是不会吃他的 这些凶猛的动物都是这样 这只狮子王被一群猎狗围攻 所以说猎狗能混到二哥这个位置 绝对不容易 绝对是有一号在非洲草原上 一提起非洲猎狗 没有不知道的 绝对霸道 疯狂的大象 大象攻击水牛 看看水牛啊 根本就不是大象的对手 根本真的霸道啊 看看母亲水牛看着也无能为力 帮不上忙啊 这个小牛犊子牛逼啊 直接把大象赶跑了 出生牛犊不怕大象 可以啊 科莫多龙狩猎鹿 看一看这个凶猛的动物啊 狩猎相当简单 现在这只鹿已经中毒了 站都站不起来了啊 后腿被攻击 科莫多龙呢就是巨型蜥蜴 他是蜥蜴当中最大的一款啊 他狩猎很简单 主要靠他的毒牙 一旦被他的毒牙咬中啊 用不了多久就会毒性发作 然后呢他再过去把猎物吃掉 所以这种动物啊相当可怕 现在这只鹿已经失去了知觉 他狩猎一般就是潜伏在草虫中 等猎物经过的时候呢 他突然袭击 一旦被他咬中啊 那就废了 用不了多久就会 毒性发作 然后呢他再过去把猎物吃掉 所以说 这只鹿啊今天凶多吉少 他已经中毒了 居然跑到了水里啊 还是很顽强的 在水里也逃脱不了啊 这个蜥蜴的个头真不小啊 这只鹿已经没有知觉了 看这样 没有力气了 现在又来了一只 所以说这只鹿啊更完了 这会来了这么多 这个下手啊是真黑啊 直接攻击科莫多龙的肚子 他们吃东西就是生吞啊 整个咽下去了 这个尾巴啊也是他们的主要攻击武器 看着这个动物比较凶啊 直接把这只鹿给分尸了 狼吞虎咽呢 绝对可以啊 今天的午餐相当丰盛 科莫多龙狩猎成功